李欣小姐好 李欣小姐 今儿跑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今天来 是想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情 有了 我现在下来找房了 我看到了 陷害温暖的事情 是我跟杜欣彤一起做的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我是希望你可以亲口告诉我 南嫌 七年前温暖离开时候 我见过你的样子 我不想你 我不想你再受到任何的伤害 他当时来找我 他说他有办法 让温暖离开前 所以我当时我想都没想 我就答应了 我这都是为你好 我承认 手段是不太光明磊落 但我宁愿背上骂你 我也不想看到你 对 一个朋友 我现在得想说 我觉得这事儿呢 咱们就不说了 你不要跟见同手 我不会追究 我也不会怪你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考验一个朋友的宽容动作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对一心 你就这么宽容 陈总 刚才有一份文件要你签名 已经分到你桌上了 对了 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要见 你跟我一起去 知道了 可能约了比较晚 我们先一起吃个饭 既然是要见客户 我想我还是回去换一套衣服吧 好吧 你怎么了 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没事 谢谢陈总关心 你呢 你这就不舒服吗 我没想到你 都不舒服 好 你 我觉得这事啊 咱们就让它过去吧 也不需要再跟人认为 提起这些事情 我不会置疚 我也不会怪你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 再考验一个朋友的 宽容多了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果然 一心才是你现在最在乎的人 我只不过是你的助理 欢迎 欢迎 好 热闹 来 喝 妹妹啊 干 明天还有什么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助手 温暖 温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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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笼山集团的陈总 陈总 陈总 你藏了这么大一位美女 怎么不早点介绍我认识认识啊 今天认识也不晚了 坐吧 是啊 现在介绍也不晚 来 来 正好 来 赶紧坐 赶紧坐 来 回去 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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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正好 我今天正好也缺女伴 我们正好喝一杯 那若是这样的话 我敬陈总 我给你送一杯 我给你送一杯 幼稚 温暖小姐真是好酒量 来 倒上 陈先生 来来来 我帮你倒 我 没有女孩子倒酒的 一定是我的倒酒 陈先生 你太客气 这么美的女孩子 怎么能让你倒酒呢 那我再敬陈先生一杯 好啊 一杯两杯不够 我们今天无论也会喝开心 一定喝开心 陈先生 我见你 我敬你 陈总 你还剩了一点没喝完 陈总 温小姐真的很有意思 你身边有一个那么漂亮 一定有那么有才干的 有这么个合作伙伴 我们的合作项目 肯定没问题 听到了没有 陈总这么看好你 你们尽兴 多喝两杯 来 咱们喝一碗 来 我也不能手 多倒一点 我也来手 这样差不多吧 实际上的红酒先别急 陈哥让 我相信我们的合同 一定会非常顺利的 对吧 陈先生 先喝酒 好 来 我跟你说 陈小姐 你啊 确实说得太急了 我们酒还没喝高兴呢 是啊 所以我 我再去 谈什么合同啊 喝了呀 好酒量 好 别急 再倒上 这样吧 我们 来 我给你 你别急啊 你怎么能羞涩 我们可以猜拳啊 谁输了谁喝 陈总 我不会划拳的 那太好了 我正好可以叫你 我告诉你 来 来来来 那个 来 陈小姐 那个手呢 那个手呢 我们同时进行 一五一十 你的手 陈总 陈总 你看我这助理啊 他实在是喝不了 这样吧 我再来敬你一点 看来啊 还是詹总是了解温小姐 不好意思 刚刚我唐突了 我敬你 陈总 你刚才故意的 我找了你好几次了 那么精彩的 细才刚刚开始 我怎么好意思打电话 点砸了 你怎么感谢我呢 刘总 好 麻烦你帮我点一首 如果没有你 好 如果没有你 好 好 好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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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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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真的好想你 现在窗外面 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干干的 有些乌乌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好想你 想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干干的 有伤口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情绪 没适当的表情 最想说的话 我应该从何说起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才想你 如果没有你 没有过去 我不会有伤心 但只要如果 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我在哪里 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没有人刺激 嘿 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 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在想你 你 都不说 有什么可惜 都不说 你 你 最爱 你 在哪里 看 最爱 在哪里 你 我 想你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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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能向我走了 我承煞 一心才是现在你最重要的人 我们之间 真的回不到过去 站住 好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 一心姐最近一直被一个疯狂粉丝在骚扰 她发恐吓信过来 说不论一心姐做什么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不是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您不早点告诉我呢 一开始一心姐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最近这个人更频繁地发信过来 而且一心姐每天做什么她真的都一清二楚 一心姐为了这事都好久没睡好觉了 直到今天她偶然发现 这个小熊不容易吗 竟然藏了一个隐形摄像头 来 雯小姐 既然湛总不在 我想我也该走了 雯小姐 你急什么呀 怎么合同的事情还没谈完呢 湛总走的时候呢 特别关照了 就告诉我 有关于合同的事情 就让我直接跟你聊聊 还有什么好看 所以应该有什么好看 3333333 我们都在第一个年轮延 都在第一个年轮延 也有什么好看 好看 我不想睡 睡不着 我一闭眼 却满屋子里都是微信摄像头 南显 你别走好不好 留下来陪我 我答应你我不走 你好好休息 来 姐 你的牛奶 我先走了 郑总 来吧 喝一点牛奶就注意睡眠 谢谢 是不是不管我遇到什么危险 你都不会丢下我不拐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不要乱想了 等下 睡吧 等我睡着你再走 等我睡着你再走 你每天这样乱醉入力多久了 真实 你要这样本身 就好好坚持得起来啊 去努力打拼自己的一片天地 把所有门都后悔去啊 你再赌湛南闲的气还是赌我的气 他的选择从来就没有 我改变过 是我自己装作看不见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播 张总 张总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呀也别为这些小事在意了 我想跟你说呢 合同方面的事情 我跟温小姐交谈得非常顺利 所有的条款都已经确定了 我呢也特别想跟兄弟你合作 张总 真的我有点不好意思 万一温小姐 要不是你提醒啊 真的 可能会产生误会 别那么客气 我呢刚刚已经把他送上车了 我看 这会儿差不多他应该到家了 张总 你可以放心了吧 好 行 那这样吧 等你下次再过来 咱们再一起说一句吧 好的 一心姐 都拍好了吗 按照你的吩咐 从张总进你家到离开 都找人拍下来了 还有几张能很清楚地看到张总的脸 好 那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一心姐 真的要把这些照片发出去吗 我担心万一处理不好 会对你的形象有什么负面影响 好 好啦 别为我担心 挂了 跟男嫌比起来 其他的 又算得了什么 好 进来 张总 这个是昨天跟陈先生签约的合同 你看一下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对不起 我没有听见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先出去了 等一下 你真的是因为没听见吗 还是吃醋 我没有 我没有 真的没有吗 我没有 看今天热搜了吗 不就是张总昨天晚上去找一心小姐的事吗 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吗 张总去找一心小姐过个夜 不是很正常的事 谁知道呢 你也不想想咱们张总那么低调一个人 但凡上头条都是跟我们一心小姐真爱 绝对真爱 真的跟拍偶像剧一样 是很难心 你早就有了一心哪 为什么要找着小岚 进来 好 总监 你在忙吗 怎么了 有个事想要请教你一下 你说 您喜欢吃什么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下周不是要请客户吃饭吗 然后我想问一下总监您的喜好 那你问错人了吧 请客户吃饭 最重要的是应该了解客户的喜好 知道了他的需求才能跟他进行最正常的沟通 做出最专业的判断不是吗 我那边已经跟客户沟通好了 现在就是看看 总监有什么可避讳的不喜欢的才行 以免出问题嘛 这么看起来你倒是还挺细心的 我没什么不喜欢的都可以 那总监 您有什么喜欢的音乐吗 比如说爵士啊摇滚啊乡村啊 不是这个又跟请客户吃饭有什么关系吗 上次您不是说要组织一个部门活动吗 然后我跟大家商量了一下 说要去看演唱会 所以就咨询一下哪意见 摇滚 您喜欢摇滚啊 总监 还有一个问题 说 您的生日有什么安排吗 这又跟生日有什么关系了呀 我说 部门想给您过个生日 您又有时间吗 小龙总 先去忙吧 好 那我先去忙 把门带去 这网上不天盖地的 全都是 小蓝性格这么强 我正担心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你不是一样的吗 心里有什么事都藏着不说 你们俩谁都别说谁 我知道小蓝心里没有湛南闲 我怕有些话 我要说得太认真了 到时候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 没有试过你就等着出局 这样好吗 再说经历了那样的事情 他跟湛南闲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也希望小蓝能够远离原来的痛苦 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 所以你啊 抓紧做你该做的吧 小蓝 好 关总好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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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明天下班以后有空吗 有啊 那我们一块儿看电影啊 好 好 那关总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说定了 别忘了 明天等你 说定了 吃饭逛街看电影 这不是约会三部曲吗 关总 会是对我有意思吧 那我明天应该穿什么衣服 擦什么唇膏啊 万一他明天给我表白 我是应该矜持一点呢 还是大方一点呢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今天晚上回去做个面膜 明天一定要美美的 美美的 姐 小蓝 今天晚上今天回家吃饭啊 今天还好多事要做了 你别等我了 你们老板让员工加班 自己忙着在外面搞匪闻 是吧 老板是老板 员工是员工 姐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去忙了 来 抓饭 那晚我有了 不知道 那我看了 福灯 是 在英国那七年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事全放在心里面 她不跟别人说 现在郑丹兴和一星 已经这样了吧 她就算对他再留念不忘 现在也该想通了吧 倒是你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呀 走一步看一步呗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啊 她可以把心打开 接受一段新的恋情 这才好 今儿怎么有空来我家 蹭酒啊 不欢迎啊 上次的事还没跟你算的 还蹭酒呢 上次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为这事我还在公司演了一场戏呢 累死我了 你知道吗 你跟一星这事上热搜了 你该不会是打算给一星一个 圆满的结局吧 不过我说你 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八卦 不是八卦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你跟一星在一起了 那温暖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我是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代表别人也是这么想的 别人怎么想重要的 我跟你说呀 当初为什么我会跟一星这样 因为这是帮助她的唯一的办法 什么意思 因为在半年前 一星在香港拍戏的时候 有一个富士上追求的 但是那个男的呢 有家事 有老婆有孩子 说一星是个小三 他已经承受不住了 甚至想退出狱了去 所以 你就任由大家猜测 不做绯闻澄清吗 嗯 你知道吗 可以说在我人生当中 最低谷的时候 是她一直陪在我身边 陪我走过来 praying 我非常能够理解 你当时这么做的道理 但是你现在打算 怎么处理 跟一星的关系 好 我们两个之前都约定好了 找个时间 适当的时间 对外公开的 你跟一新这事爆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温暖是怎么想的 我跟温暖之间的世界 从来都不会因为一个一席 就很简单了 放入大铺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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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晚上南闲来我家发生了什么事吗 温暖 我是非常诚心地想找你 见面我们聊一聊 是我 请问有什么事吗 明天上午有时间吗 我想约你见面聊一聊 不好意思明天要上班 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先挂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那天晚上南闲来我家 发生了什么事吗 温暖 温暖 我是非常诚心地想找你 见面我们聊一聊 我想 你是不会拒绝我的 是吧 好 明天见 乐乐 嗯 怎么那么晚了还不睡啊 我这儿有一份合同明天开会要用 得赶紧弄出来 那你早点弄不弄吧 你赶紧去休息 想哪儿 今天新闻你怎么看 什么新闻啊 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就你们老板 跟那大明星的新闻呗 好 看来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你今天特意找我出来 不愧就只是为了这句谢谢吧 那天家里有急事 情急之下给南显打了电话 他说那晚你们再见一个客户 把你一个人扔在那儿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他的助理 你不用跟我特意解释这些的 将心比心 要是我被扔在那儿 我心里也不开心的 其实那天我跟南显说 让他快点回去接你 可他这个人呢 就是不听 说他担心我一个人在家 小暖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只是他的助理 我只是他的助理 你在这里跟我说你们的故事 说你们的爱情 会不会有点不太合适了 会不会有点不太合适了 你今天来 不是就想知道答案吗 我今天来 倒是挺想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 你需要跟我解释这些 你跟南显 你们两个的过去 说实话 我是介意的 但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既然南显他都不在乎 我又干嘛 要一直跟跟于怀呢 你不要怪他 妖怪 就只能怪我们家小区的保安 他们越来 越来越不好 竟然让人 拍了他的照片 放在网上 以前 南显去我那儿 是从来没有被拍过的 这七年 我跟南显 我们也经历过一些风雨 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但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我觉得爱情就像钻石 越是精心打磨 越精能出考验 这火彩 也就越漂亮 我倒觉得 真心的爱情 应该是放在心里的 不需要靠这些华丽的东西 来提醒别人 还是自己的 我倒是看得出来 好事进来吧 好事进来吧 我走了 我走了 温暖 我不像你天生什么都有 我要的幸福 从来都靠自己争取 你 温暖姐 你看 好看吗 挺好的 温暖姐 那个 今天晚上 管总约我看电影 虽然我不知道这几天 有什么好看的电影 但是我觉得跟管总去看电影 看什么都很好看 你看我的脸 这几天是不是气色不好 我用不用敷个面膜 补救一下呀 在喜欢你的人面前 你不管是什么样子 他都会喜欢的 接下来要干吗呢 还有一个小时 还有一个小时 正好可以做个面膜补补水 再画个妆 独有配方 今天就靠你了 没事啊 没事啊 你帮我拿一下 我去下洗衣服去 那我在这儿等你 好 刚刚那贵物签的 真的挺可惜的 其实呢 他的技术真的挺不错 我也挺像用他 可惜算了吧 就算是个人才 那也是被千语公司开除的人才 除了敢跟千语叫板子 那个戴忠 别个公司哪敢要他啊 说得也是 戴忠 只剩下戴忠 我这个地址问问问姐送我的 我这个地址问问问姐送我的 真的是很滋润哪 怪不得问问问姐每天看起来都那么气 很厉害 还要给你 我这个地址 我这个地址 都没有很厉害的 我这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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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地址 姐 有 我已经叫了车 马上就回去了 嗯 知道了 你怎么回来了 姐 先不跟你说了 知道了 你怎么回来了 没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我知道我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 没法弥补 我也不奢求你原谅我 可是郭如谦真的是无辜 也是我连累了他 现在行业内积部 要把他封杀了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的 才来找你帮忙 你就算要找人帮忙 你这也不应该找我吧 是 我知道 你绝对没有 毅无邦逸地伤害过你 因为胜利现在不过 总下室我就应该很感激了 可是我真的是 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这一天一直在陪伯屋前面 是找工作 他是被前宇开除的 现在除了戴中 没有任何公司敢要他了 求求你了 你跟小陆总关系好 往开一面帮帮我们行吗 我可以帮你指正一心 或者你让我做什么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做 小陆总这件事情 我真的无能为力 就算我真的帮得了你 我也不会希望你用 去帮我对付别人这件事情 来做我感谢他 阿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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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黛 今天怎么感觉你心情特别好 那当然 超开心的 慢点 小心台阶 好 欢迎光临 两位请问要看什么电影 谢谢 今天看恐怖片可以吗 关总 你 你想请我看恐怖片啊 是不是女孩子都害怕看恐怖片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 不用怕 那就看 这个 好的 谢谢 稍等 看看要喝点 我想要个爆米花 天哪 孤男寡女 恐怖电影 管总不会是想要烫了我吧 好 小黛 你是不是害怕 我害怕 我害怕 不用怕 都是假的 好 怎么办 吧 网上都说你还在飞控板段 我来验证一下 不受注入我的机器人 没有数据 不是 来 Blue 不害怕 不害怕 有个菜吗 过去了 滚的地方过去了 小太太 恐怖的地方过去了 不要紧张啊 丁小达你可以的 这种事我千万不能漏笑 丁小达 原来你们女生 每次害怕的时候都这样 别看我啊 看你看 来 谢谢 谢谢 看起来我就知道超好吃 你说我们刚看完一场恐怖电影 然后呢 现在又吃甜品 这完全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还有 因为是管总起的甜品 所以我觉得 会更甜 小达 遇到美食以后 你的嘴也变得甜了 如果喜欢的话你就多吃点 谢谢管总 我问你啊 刚才那部电影你觉得 美目最可怕的吗 刚才那一幕 或者我这么问吧 你是觉得音乐可能还是特效可能 还是说两个家在一块可能 管总你干吗要问这种问题啊 我想知道啊 我想知道女孩子害怕的点都是什么 是不是害怕也分为很多种 有没有在不同情况下 受到不同的刺激 所以 产生害怕的反应也不一样 我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刚才在电影院都害怕成那样 其实 我也没有那么犯 你别乱说 你说 你自己看吧 你刚才在电影院的时候 电影二十分钟的时候 你的心跳是一百一十六下 三十五分钟的时候 你的心跳是一百一十八下 十六分钟的时候是一百二十三下 你说你如果不害怕的话 心跳的怎么会这么快呢 我 我也 你觉得女孩子心跳加快 不会只有是害怕一种原因吧 那还有什么原因啊 管总 你 你这种话也要女生先说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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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的你要注意 身体状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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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都能说你 这么晚了 他找你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想要我帮他找工作 离职了 嗯 早点休息吧 你也是 嗯 晚安 晚安 女人哪 最会口是心扉了 表面上不理你 其实心里等着盼着你去哄她呢 你倒不 还故意冷睡她 我看你早晚自讨苦吃 你怎么先帮我们跟自己 同一个情生里面 还不是因为管替 现在不光研究技术 还研究女人 怎么追爱保典 理解女人心 人家管替是 我现在是在研究那个机器人 女友 像你跟一太闲着没人在 我怎么闲着呢 我很忙的好吗 皇上 陈姐有眼睛 有心 我可以自己看 自己分辨 您是很爱很爱我的 但是在你心里 早就出现另外一个女人 黎欣姐 粉丝又送了好多礼物啊 这次可要检查清楚 嗯 我 谁会送这么奇怪的东西 脏死了 我把它扔了去 等等 你别生气 我马上把它处理了 不用 可能是哪个隐名做的相册吧 可是谁会寄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我觉得挺有心意的 这个我收下了 其他的 你看着收拾吧 好 走吧 回来啦 这么巧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你们老板没应见啊 今天没想事 所以就提早回来了 姐 我们公司也没你想那么可怕 对了 玲璐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啊 你看看 这才是中国好老板 值得为他卖命 托付终生的 这话说的 那既然这老板这么好 是不是可以让老板上底屋去 赏口水喝呢 你看啊 这公司里面一下开了六个回 对吧 下了班之后呢 还得当专职司机 把您给送回来 你说老板做这 送我去了 这水呢还没有油钱柜吗 你都不拿送回来了 请来吧 通情打理 你不是很渴吗 什么时候喝水喝得这么瘦气了 哎呀 这跟饿过劲儿是一样的 不能喝快乐 叫喝快乐把伤胃 嗯 嗯 哎呀 周立露 嗯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懂得养生啊 你放心 水你可以静静地喝 我们家关工 好 谢谢 你们俩聊吧 我先上去了 哎哎哎哎哎 孙子好 你好 哎哎哎哎 你以前两天不是说 你们公司有一个员工 他失业了找工作吗 这堂堂代重的总经理在这儿 多好的机会啊 姐 我那个同事 是潜于的 这样不像 哎呀 你不试试 这到底合适呢 嗯 对啊 那个啊 你先说说看那什么情况 这最后 最近我们代重 确实有几个岗位是 空缺的 所以说 如果他合适的话 这不正好啊 那好吧 我那个同事 他是做研发的 他在做郭如谦 郭如谦 嗯 这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邮件泄密这事 他也有份吧 这种人你也帮呀 哎小暖 这种人 你可千万不能帮啊 那件事情不是他做的 他也是受牵连 其实 他真的是个人才的 现在倒成了整个行业里面的黑名单 但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但 不适合的话没关系 不要勉强 嗯 其实啊 这个人他在 他的他的业务啊 在业内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说 能够请到他来代重也是无奈夫妻 这不会勉强 嗯 不会勉强 嗯 朱天罗 我这么听起来怎么觉得 你好像欠了我们家小暖一个人情 嗯 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呢 嗯 我怎么 对啊是 那个 明天不是你生日吗 要不这样 我请两位去吃大餐的 对啊 对啊 你看这生日吧 一年只有一次 过去七年相当你一个生日都没有 没有过 你舍得今天让我再失望你 姐 我再当然会帮你过生日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嗯 我们在家过吧 哎 嗯 也行 也行 行啊 嗯 我无所谓 我时间都可以了 没问题没问题 啊 嗯 我什么时候入职啊 嗯 好好好 没问题没问题 好好好再见 什么情况 我有工作了 我找到工作了 有工作了 有工作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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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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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起 首先这件事情 真的有没有迷路 就算我真的帮得了你 我也不会希望你用 去帮我对付别人这件事情 来作为开心 是他吗 进来 来 有什么好事吗 那郭如谦啊 他来报到了 我觉得那人挺老实的呀 工作能力也很强 他看一阵吧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让他参加阿法的研究项子 找我对这事啊 我这可是财务部啊 你跟我说这个吧 我这可是财务部啊 当然不止是这个事了 祝你生日快乐 小鹿怎么大手笔啊 借下了啊 客气 你是我的功臣哪 小小心翼不成敬意 收起来 好 好 你干吗呀 拿回来 你这不是给我的吗 你拿走 不是 你看啊 我我我这个礼物 我花了钱了 用了心思了 我是不是也当了小短面 送给你 给你一个可以夸我的理由 真是够狡猾的 拿走 拿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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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你看 怎么样 搭配的是否得体 款式是否新 我说这平常自信心爆棚的小鹿总 怎么现在来见别人为你呢 不是 我知道我平时自信心爆棚 那我不是希望你可以用小短的眼光来审视一下 看看是不是符合她的品位吗 说话 还好 人家都说女为越急者楼 到你这儿整个换了个个儿啊 这话这么说呢 这开屏都是公公民权 我说外形不如拿下她来放心 那 那总不能靠内心呢 是不是 你那的确是个外在美比较突出的公公民权 是 有道理 行 你先把我带走 那今天晚上准备怎么样了 你放心 我保证给小哪一个难忘的胜利 不是 这是我的胜利 我帮我看了一下 这个合同没什么问题 可以签了 好 好 老大 老大 有一个人给我发信息说郭如谦去带钟啊 你听谁说的 他一个同事 他们俩之前在一个组而且关系很好 这郭如谦为什么会去带钟啊 是啊 这个朱灵路不是一直跟咱们不对付吗 怎么会接收潜宇开除的员工呢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人刚刚还说了 他说是朱灵路亲自点名药物 你说他们俩关系怎么会变得那么好 他跟朱灵路关系要真的这么好的话 之前也不会被这么多家公司拒绝了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在帮他 进了 是吗 郑总 郑总 温敦姐走之前 要给您过目的文件 她人呢 温敦姐她今天先走了 好像她今天姐姐生日 我找了 来 姐 我回来了 姐回来喽 来 欢迎参加我们的生日晚宴 不是啊 这些全是你一个人让的呀 那你以为呀 为您服务是我能行 今天到底是谁受亲啊 姐 好嘞 来来来来来 生日快乐 谢谢 完成 坐 来 寿星 我给您拉椅子 好嘞 姐坐 来给我吧 你回来就好了 我都快饿死了 你又可以吃饭 久等了 来 我们举酒呗 祝我们的小寿星 生日快乐 然后呢 年年有惊日 岁岁有惊朝 年年十八冒美的花 真可以说 谢谢您 谢谢 姐 那就祝你 早日找一个如意郎君 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怎么够呢 我祝姐姐找到一排如意郎君 随便跳舞 我可不像你 找也好 可以吃了 来 来 来等 祝公子 谢谢你为我们忙碌这一晚上 客气什么呀 都应该的 只要你们高兴就好 再说我给你过生日应该吃 谢谢 生日快乐啊 酒不错了 不过快说未来我记得你好像不会做饭 多新鲜哪 两位大小姐要吃饭 我学个菜怎么办 做过牛排很正常的事吗 我真天资聪贵 是不是 姐 有没有觉得这肉好像有点老 跟它人一样老 你俩可以了啊 要求那么高干嘛 能吃不错了 是吧 爸 我手机响了 我拿下电话 谢谢 谢谢 喂 怎么了 温总监 现在有空了 我在滨江步道等你 什么事啊 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你一定要来啊 那行 那行我马上来啊 你等我一下 好嘞 姐 你真要出门呢 都那么晚了 而且你还喝了酒呢 我酒量大着呢 对啊 那大板上呢 要不你别出去了 要不我不去了 是啊 你别去了吧 有小帅哥等着我 从何比在这儿 你们俩慢慢吃啊 记得帮我把蛋糕也吃了 来 谢谢你啊 阿姨 你看给你做的那些菜 你不吃了 那多浪费啊 是不是 不是我跟她生日祝福 这么快就临夜了吧 临夜就好了 姐姐早点回来啊 那个 注意安全 你们俩慢慢吃啊 别让了 好嘞 拜拜 真不错啊 你了解她性格了呀 说一出试一出 来来来来 生日受幸福在 就送一下 有什么啊 咱们可以吃啊 咱们也可以喝 那不容易 我请坐吧 我去一次 我去世伤识 都好 我去世伤识 我去世伤识 我理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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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有了意义 这一次我不放手 这一次没有对错 从此因你的感动 你的笑容 想陷害的冲动 这次我要说出口 原谅我值得退缩 从此因你的存在 你的依赖 不会再错过所有的未来 今天这个演唱会 我是要献给一个人的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可想了好久 才想到这个生日里 温柔 生日快乐 今天这个演唱会 我是要献给一个人的 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可想了好久 才想到这个生日礼物 温柔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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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啊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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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吃不完的话 那只能 这么长 你干吗 以前蛋糕都是这么消灭的 你这个女孩 能不能稍微闻一下 来来来 你过来 你小心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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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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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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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温柔呢 她刚出去了 过生日的人不在 你们到晚也挺精心的 没事 你们继续 干什么去啊 我把她误会 她跟一新的事 闹得满城风雨的 凭什么误会我 那是我跟她之间的事 等一下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不起 我来得不是时候 是不是有打扰到你们了 你误会了 我跟李璐根本就不是 你觉得我误会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相信换做任何一个人 看到刚才你们两个那样子 我相信换做任何一个人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吧 我跟凌露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么亲密的生活啊 我特别奇怪的一点是 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的时候 有点是冷冰冰的 刚才跟她玩得那么紧性 你是对她不熟吗 还是一直在对我欲擒故纵吗 你是这样想我的 你是这样想我的 是吗 不会你是这样想我的 我问你什么话说 放上 你是整个偷走吗 我问你几年了 我问你几年了 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 我们两个分手几年了 你这么大晚上的跑来 你这么大晚上的跑来 究竟是给我姐送生日礼物 她现在找我睡觉 我是来跟你睡觉的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我吗 我不知道七年前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 我不知道七年前 你今天可以告诉我吧 你不是吗 你不是吗 我以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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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前我亲眼看到你上了她的车 而且在这个期间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 你是永远第一个跟她分析 就连我公司的员工被开除了之后 你都毫不避嫌地把她交易去带住 这是两回事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不是 这是怎么看来这是一回事 嗯 孙老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跟你一起 你已经有了一心 为什么还要来跟我说这些话 小楠 你总是为她留恋 无论是七年前 还是现在 你这个演唱会搞得也是够兴起的 你就搞这么大阵仗不怕我不来吗 我有把握 我感觉你一定会来的 为什么 别看你平时在公司里 是干练严肃的白骨骄 但是我看到刚才的你 我就更加缺德 你是和我一样的 你也是够自信的 我今天晚上啊 是真的没有地方待 所以才来到这儿 不过你这一会儿说我古板 一会儿又说我像个双面人 你这是拐着弯骂我呢是吧 我这可是真冤枉啊 我就是想表达一下 这么久以来对你的观察心得而已 说说看 你呢 不挑食 但并不是说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 而是特别地喜欢追求新鲜的食物 我打个比方吧 前天你就偷偷地买了网络奶茶 被拍了不少时间对吧 还有啊 你最喜欢的音乐是摇滚 每次在办公室里 你就会一边工作一边这样 嗨 嗨 嗨 刘瑞 我说你这样亏蹈我的私人生活 你就挖舞场了你 那你的生活不是少了很多乐趣啊 我还想 经常给你带保护衣食 陪你去的面唱会 如果不是想天天见到你 我还真的挺乐意为你改双 这样我就能更直接地 带着跟我一样有一次 去吃喝玩乐 别走啊 好了 不开玩笑了 走吧 送你回家 来吃蛋糕吧 看来这男贤 还是可以轻易地 作用你的情绪的 是吗 你没来哭过了 没有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心里面还有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你不会像现在这个状态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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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兰 我想跟你说 我今天有点累了 让我也给你解决好不好 你还在等他 你们俩都已经不是七年前的彼子了 他跟一心的时候闹得满城风雨啊 你就视而不及时 够了 还要跟谁在一起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根本不想管 你就不能让我静静 对不起 我是故意要对你发不起的 今天真的有点累了 今天我全跑 我真是希望 有一天你可以为我落泪 好了 不说了 走了 哎哎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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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奇怪的一点是 为什么你每一次见到我 不是我永远是龙冰冰的 刚才跟他玩的那么惊喜 你是对他故事吗 还是一直在对我欲情无忠吗 你还在等他 你们俩已经过七年前的彼子了 他跟一心的时候闹得满城风雨 就视而不见时 够了 还要跟谁在一起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根本不想管 为什么我和他之间会变成这样 只剩下争吵 悲伤 和不理解 你慢点看 没事 抓稳了 admit 疯狂 慢慢的 放开 去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吵醒你了 姐 你快回来了 你怎么不回房间睡呢 我等你啊 你看 这么多年了 我都不能陪你好好过生日 今天好不容易我在了 当然好好跟你庆祝一下 陪我喝一杯 好啊 今天啊是我最靠心里的生日 因为有我最爱的妹妹陪在我身边 来 我们姐妹俩来个一醉方休 生日快乐 谢谢 好喝 好喝 姐 你这么开心真的是因为我吗 还是那个 帮你过生日的人啊 有这么明显吗 好啦 我不瞒你了 最近有个家伙 他盯我盯得有点紧 今天就他叫我出去 然后召集了一大帮人 搞了一个 类似演唱会一样的东西 又唱又跳的 说是什么要给我一个 特别的生日礼物 我这才想起来 头几天他总是变着番地问我 你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而且原来都是为了今天 都死我了 挺用心的 那姐 对他你怎么想呀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感觉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挺放松 也挺开心的 他跟以前那些只会用护肢 来哄我开心的男朋友 完全不一样 他在意你喜欢什么 愿意花时间没你 肯定是把你放在心上的 也许吧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我总认为一个男人 到底有多爱你 就要看他 到底给你花了多少钱 现在随着年龄增长 自己慢慢成熟了 才发现 不在意物质 只是看重真心的感情 真的很难得 这也想能真逃车啊 但越是这样 我才明白我跟他 是一定不可能的 只要投入的真情不多 只要投入的真情不多 分开的时候 就不至于会伤心动过 姐 你不敢投入减感情 是不是因为当年 嗯嗯嗯 不要说我的事情了 说说你吧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天天就知道工作加班 你什么时候 能把你的重点 放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上啊 我的生日愿望不多 我只是希望我妹妹 能够开开心心的 能够快点找到自己 真正的幸福 好吗 小娜 别让姐姐的愿望落空 好吗 我答应你 我会试着 更努力的 来 再帮你倒一些 哎呀 先把这个喝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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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你这刚才 哎 哎呦 哎呀 Tech 唷 我不行 我去 声俊俊 你累不累啊小妈 不累吗 姐 您还挺能喝啊 是不是有你陪着我吗 没有了 福哥是我的 刚好我是瘦心的 不要 我再给你一点 不要了 再给你一点 谢谢 谢谢你陪我 这是谁送的礼物啊 我走之前好像没有吧 今天 沈南先来过 这是她送你的 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看过到 她送我这个老朋友生日礼物 她一定是借这个邮途来看你的吧 对了 对了 那 林路什么时候走的 她俩有没有碰到啊 她俩碰到了对不对 你又在他们中间受甲板器了是吗 姐 今天你身上活不了这个吗 好 小娜 我还是想问一下 你 你跟湛南先你俩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跟她能有什么情况 她跟一星都要结婚了呀 她 那你跟林路呢 她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有点玩世不恭 还总弄一些画篇新闻什么的 但是你知道她本质不是这样的 我不管了 反正今天我生日我最大 就算你生气我也要讲 小娜 我看得到的 你跟林路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脸上经常都是微笑 可是你跟湛南先你们待得越久 你的眼泪就越多 到底谁合适你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吧 姐 我跟林路不可能的 那你跟湛南先就可能了吗 今天你生日 我就说了 我们能不聊这个吗 而且我刚才不就答应你了 我会努力地 努力地找自己的幸福的 你要怎么努力 算了算了我也不管了 只要你不逃离姐姐身边 你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分析自然吧 世界会淡忘一切的 这个湛南先 我是真想把她抓到一根脚来 我真的想问问她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或许 我是该和她说清楚 小黛 湛总有更改今天的行程吗 没有啊 湛总有安排肯定先会告诉你 温暖姐了她怎么可能告诉我呢 温暖姐你找湛总有急事吗 没什么 湛总好 一心小姐好 一心小姐好 早 分暖姐 湛总跟一心小姐都同进同出了 那个一心小姐身上 穿的是湛总的西服吧 要不是召开骨干大会 要不是召开骨干大会 我还真的不知道 在意中原来有这么些骨干 既然大家都是骨干 就要拿出骨干应该有能力 还有实力 我个人呢 是比较讨厌那种 拿着骨干的钱 但不办骨干的事 荒唐度日的那种 我极其反感 好 好 现在开会 今天会议的内容呢 是统一思想 落实战略转型 特别是研发 小陆总 实在是太看得起我们的发布了 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安插 是安排精英给我们的 只是嘛 人才 除了要有才 首先也得讲讲做人的品德 小陆总 重金请了一位 被潜于扫地出名人才 真是眼光独到的 如果研发部可以争点气的话 还需要我的总经理 亲自出去挖人 都听好了啊 从今天开始 英雄不问出处 但凡对带中有帮助 提供价值 自身有能力的 我都欢迎 正好 且今天这个机会 我跟大家介绍一名新同事 不见 我是郭如谦 今后请多多指教 来 如谦的名字想必大家都听说过 她的能力和工作 大家都很了解 我现在正式宣布啊 如谦呢 正式加入我们带中 进入研发部的核心棚 大家欢迎 好好好 好好好 小陆总 我以为前两天 你只是随便和我说说 没想到还真有这个癖 爱吃别人玩你的肾骨头 还真把人着急带出来 我这个人啊 喜欢开玩笑 有时候玩笑开得挺没边的 但是我从来不会拿工作开玩笑 我觉得 吃别人的碗里剩下的呀 总比起自己碗里没有的枪 你 你说 把心思画在正道上 把心思画在正道上 继续开会 好 一心小姐再见 温暖 我走了 温暖姐 你看见了吗 一心小姐换了一套衣服下来的 你说她跟湛总在上面做了什么事啊 还要换一套衣服 你说她跟湛总在上面做了什么事啊 你上来一下 是 进来 这些文件我都已经看好了 没什么问题 还有 还有 这个文件上面所有客户的名单 你务必要一一去确认 然后呢不管对方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你帮我记录下来 反馈给我 知道了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 还有事 是 不如荣耀我带她谢谢你 谢谢什么谢啊 没什么事你去忙吧 都是我一厢情愿 还想问清楚她什么意思 你不想问她也不想问她 这些事就好吗 你好 好 我妈妈的心想不太老了 我都说不想说 好 我还是要不想问她 我用手搭着她 颜色好像不太好嘛 没什么 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 我先去忙 进来 那行 刚才我碰到温暖 无意间看到他手上的资料 那上面客户名单啊 都是戴中最近准备签约的 重点客户啊 准备 那不就还不是 戴中的客户吗 那市场上这么多客户 你为什么要抢戴中的呀 这不是有点节外生枝吗 还是说戴中最近接收了 我们刚开除的员工 所以你打算 你说的是那个 郭如前去戴中的事 这跟我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呢 我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是因为温暖吧 自从竞标阿尔法开始 你就一直把它放在 潜雨跟戴中竞争的棋局 不停地逼它做出选择 眼下又是你心处理一招啊 是 你知道在我们两个 之前的感情里面 我把它宠上天了 甚至是宠到无妨的天 所以她才可以 那么轻易地跟我说跟手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啊 你跟温暖 到底是怎么分的事呢 跟一心有关系吗 我也很想知道 当初我们两个的分手是她手 跟一心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当时我看出了一心的心思了 我很刻意地跟她保持距离 甚至我跟温暖说 我是你出来可以 但是一定不要带她 跟我们一起见面 那我就实在是想不通 如果不是一心 还有什么理由 让你们俩分手呢 我跟你一样想不明白 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当时我一直逼她 哄她 求她 她怎么都不告诉我 那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 我靠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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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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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何说起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才想你 如果没有你 没有过去 我不会有伤心 但只要如果 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我在哪里 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没有了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 到底在哪里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 在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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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